這邊到西班牙廣場大概不到20分鐘的時間 但是早上我們看到車子都好多好亂 上下班時間會塞車 我們來介紹一下西班牙的一些基本的資訊 我先簡單的講一下 西班牙地理位置 西班牙是南歐的伊比利半島 西邊是葡萄牙跟大西亞 東北邊是葛德佩玉13跟法國跟安道爾交界 東邊就是地中海 西班牙站著伊比利半島五分之四的面積 它的面積有50.5萬平方公里 50.5萬平方公里多大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多大 3.6萬平方公里 台灣有3.6萬平方公里 人口4700萬人左右 我們來瞭解一下西班牙的氣候 西班牙北部是靠近大西洋 它是屬於溫白的海洋性氣候 可以說是潮濕的西班牙 也是綠色的西班牙 為什麼呢到處可以看到綠地 到處可以看到森林或者是牧場 是在北部 西班牙最近幾年來經濟改革 雖然有些成果 但是失業率還是很高 大家知道西班牙的失業率有多少%嗎 20幾% 20幾%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麼失業率已經降不下來 如果說是我們舉例來說 近幾年如果你20幾%的話 就表示說有600多萬人的失業 所以我們在街上還是會看到一些流浪漢 還是會看到一些乞丐等等 所以這個是很嚇人的 這個我們台灣還是比較幸福 台灣如果你肯工作的話應該餓不死啦 有沒有 吃的也便宜啊 所以他們薪水也不是很好 而且他們的繳額稅非常高 他們的繳稅最低是27%起跳 到37% 領月高稅繳月多 而且還要扣什麼社會保險等等 我們舉例來說 如果一個平均的西班牙人領1500歐一個月的話 他扣完稅跟社會福利的話 大概只剩下1000歐了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簡單的歷史 歷史的話 西班牙的景點跟歷史有很大的關係 他的歷史也非常的悠久 依據考古發現幾十萬年前 就已經有原始人類開始在這裡活動了 後來也陸續受到很多人的侵略 他這邊有一些外來的文化 譬如說 我們講一些重要的 重要外來者來到這個地方 有哪些人影響到哪些事情 譬如在西元前兩世紀的時候 羅馬人就來到了西班牙 他們佔領了西班牙大概有六個世紀 六百年 到了西元四世紀的時候 西哥德人趕走羅馬人佔領了這個地方 又到了八世紀 711那年 這一年很重要 大家記一下 711 北非的回教徒 統稱為摩爾人 他們其實是阿拉伯人 對 回教徒就是阿拉伯人 歷史上 歷史學者給他們一個固定的稱呼 這些人叫做摩爾人 他們入侵的伊比利半島 佔領了西班牙大概有八個世紀 八個世紀是多少年啊 八百年 我們可以想像這個 西班牙這個天主教的國家 曾經被阿拉伯人 也就是穆斯林 這些回教徒統治了將近八百年的時間 影響很深 其實我們在台灣讀歷史都沒有讀到這一塊 每次我跟團員講說 這裡曾經受到阿拉伯人的統治八百年 大家都不相信 好 那這些阿拉伯人在這裡影響很深 特別是南部的安達魯西亞那一塊 那到了15世紀末的時候呢 天主教雙亡 才趕走摩爾人統一了西班牙 同時在這一年 1492年這一年的 哥倫布也發現了新的 那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這件事情很重要 之後 因為我們早上時間很短 之後是幾分鐘 我之後 不要嘗試再跟大家講這段 比較長的歷史 現在先簡短的講一下 所以哥倫布也改變了 可以說他改變了世界歷史 那到了15世紀末的時候呢 西班牙已經成為第一個知名大國 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知名大國 那到了16世紀的時候呢 西班牙因為在美洲的殖民地呢 獲得很巨大的財富 所以當時呢 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他到現在還活著 77歲 但是他已經退位了 然後到了20世紀的60年代 70年代的時候 西班牙經濟開始變好 旅遊業開始繁榮 變成現代的工業經濟國家 那到了1986年呢 西班牙加入了歐盟 那1992年呢 西班牙舉辦了 那個 在巴塞隆那舉辦的奧運 還有塞維亞營舉辦的世界國覽 那這兩件事情呢 讓西班牙走向國際 走向國際 大家也知道西班牙這個國家 那到了2008年呢 西班牙發生的金融危機 主要是因為房市泡沫化 人民呢 付不起房貸 那銀行呢 就綁架政府 政府呢 就用尊敬政策來綁架人民 那接著呢 很不幸喔 2011年呢 歐債有爆發了 所以經濟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就是說 他有時候東西壞掉也不會修 像他公廁的門櫃 就沒有經費修 那有些古蹟呢 鷹家一直在那裡 四年前在那裡 到現在還在那裡 因為就是說 他沒有 那個當地的 那個當地的政府 也沒有錢去 去整修那個地方 那增加堂呢 有錢不用擔心 因為每天遊客有好多 有沒有 每天遊客就上萬人 所以 看地方啦 因為沒有錢 就沒辦法好好拯救 那服務人員也不太夠 所以有時候就是速度會很慢 為什麼 因為你開餐廳啊 或者你開Hotel啊 或者是你開店 你一定要賺錢 你才會多請人 你錢不賺的話 你人就少 人就少的話 你服務就慢 好 那到了那個 2014年6月的時候 國王王卡魯宣布退位 當時呢 這位老國王76歲 他為什麼退位 一般你都會做到最後一天嘛 那他是以健康的原因退位 改由他的兒子呢 叫做菲利普六世 繼承王位 那這位國王很年輕 因為我在46歲的時候 就繼位 成為西班牙國王 那老國王王卡魯宣布退位的原因 是這樣子 他在位的時候 其實本來一直名望很高 因為他們把他從義大利 請回來當國王 但是到了老年呢 被說是老完天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最後兩年 醜聞產生 因為包括他自己的女婿 侵葬公館 還有呢 他自己的王后也不合 因為王后呢 叫做菲亞老王后 他的名望很高 那他老國王有勤募等等 還有他也捕獵一些 保育類的動物 所以名聲很差 那為了人民的聲音 反彈的聲音很大 那為了平息這些聲音呢 他就提前退位了 有他的兒子的繼承 他的兒子其實年輕的時候 長得也很帥喔 身高將近兩米高 那簡單來說 我們歷史用了一分鐘結束 西班牙呢 被一堆人統治之後呢 在1492年那一年 光復國統一了西班牙 那一堆統治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 是院前兩世紀來的羅馬人 那到了四世紀的時候呢 西哥德人打敗了羅馬人 那後來呢 北非的鬼教徒 也就是摩爾人呢 在八世紀 也就是7-11那一年呢 打敗了西哥德人 散禮的西 一比一半島 那西哥德人就往北逃 北邊 陶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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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后来天主教双王 也就是卡斯蒂亚王国的女王 叫Isabel跟阿拉公 Fernando联姻 联姻之后他们成为超级大强国 他们在1492年夺回了格拉纳达